對吳先生來說 真的親而異懼 剛和親東大哥表現得 好像非常的輕鬆 但到底畫紅線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我實際來做做看 慢慢移 好難喔 一整個會歪啊 兩條紅線Star 比落差很明顯 資深技工吳先生畫的 筆直又整齊 但記者初體驗畫的紅線 粗細不易又歪歪斜斜 看似簡單 實際操作卻有難度 以前要拉繩子 剛開始要拉繩子 現在已經做久了就不用了 因為62歲吳先生是資深技工 在台北市交工處 工程隊服務36年 擅長畫標線 箭頭甚至是標誌 也可以不用模具 輕鬆完成 寫字也可以 或是畫指向線 就你們現在講的箭頭這樣子 雙人生巧 其實像吳先生這樣的高手 在台北市交工處的 工程隊內非常多 因為他們平日的工作 除了新設標線外 就是不會標線 平均出動職勤一組三個人 最快一天能完成 一公里的標線 不過對他們來說 畫設紅線不難 難得是在過程中 常被民眾打罵 阻礙非常多 幾乎一個禮拜都會有好幾次 遇到民眾抗議 只能趕緊請里長 來幫忙安撫民眾的情緒 不過技工們擁有 畫標線的好手藝 畫上一兩年 就算不用輔助工具 就能畫得又職又好 記者 謝文 響文 月方 台北報導